美聯儲新一三公布9月會議紀要 由於全球經濟、油價和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 美聯儲針對未來是否繼續加息 出現了兩派聲音 多數會議會者認為能夠再次升息 同時也有部分成員認為 後面則不需要再加息了 為了可樂的比喻,財政要安全要強权 不應該是科學生產蠡財 接著目前為領域的數個公司 如果基因財財令的話 在整合它對目前並無法的分析 在向財予的聚象徒 它適合是否財萬事領域 他們會看到獨立的 目前投资者正在等待 星期五出炉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 来判断美联储会不会升息 不过按照这份会议纪要 市场普遍认为 今年之内都不会再升息 这也使得美股继续全线收高 道琼斯指数上涨65点 爆33804点 标普500指数上升18点 以4376点挂收 纳斯达克指数也上扬96点 说盘时爆13659点 触摆进磨厨22点 按照 motor 敌人 监 启 炬